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河北满城一座汉代墓葬中 出土了有几千片玉石和上千克金丝编织而成的金铝玉衣 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才第一次真正出现在世人眼前 那么玉衣究竟是什么 它是怎样制作而成的 是否能真的使尸体千年不复不朽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宝迷宗第三部 第二十三集 惊世的发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1968年5月23日 时间已经是夜里的十一点多钟了 在当时的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的主峰上 解放军某部的机器连还在连夜的施工 排场小胡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在开凿隧道 当那隧道挖到24米深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塌陷 坑底下露出一个阴森森的黑洞 洞口大约有一点五米左右 一个战士自告奋勇的爬进黑洞 经过一番探索 回来报告说啊 里边空间很大 还有一些坛坛罐罐 胡派长立刻把情况向连长汇报 连长知道这一定是挖到了古墓栅 于是呢 就向他的上级汇报了情况 这施工呢就停了下来 不久 一个由考古专家组成的发掘小组 来到了施工现场 经过专家们的这个发掘 发现这个的确是一座古墓 这墓道的空间 墓室非常大 有一个专门放车马具的库房 里面车马具金碧辉煌 旁边是一个厨房 厨房里有个酒缸 还有堆积如山的陶器 说明这是给墓主人准备喝酒的地方 在墓室的角落还有一个浴室 整个墓室周边还铺设着排水设备 墓室覆盖着大瓦 专家通过这个瓦的工艺和制作风格 推断这个古墓大致是西汉时期的 这个结论让大家非常振奋 经过初步的勘探 发现了很多精美珍贵的文物 有青铜器 有玉器和金器 通过这些文物证实了专家的推断 这座古墓的确是西汉时期的 专家们进一步深入到墓的后世 发现在官床上 有一个用金丝连接玉片 编织而成的一个与人的大小 身高规模很相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旁边放着金饼玉壁配刀配件 显然它是这个墓的墓主人的遗骸 专家们一看这个东西惊呼啊 这不就是金铝玉衣吗 专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因为这金铝玉衣啊 只在史料中 在文献中见过 在汉代墓葬中 从来没有发现过 为什么 因为汉代的墓葬 大部分都被盗绝了 专家最多发现一些 金铝玉衣的残片 可这一回呢 却发掘出一个完整的金铝玉衣 能不让专家高兴和振奋吗 在汉代史书中 金铝玉衣出现的次数十分频繁 在河北定州的北庄汉墓出土了戴川孔的玉片 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中 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 可惜这些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 而在满城发现的汉代墓葬 却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金铝玉衣 令世人未知狂喜 传说中的金铝玉衣 终于出现在世人眼前 那么这件金氏宝物 究竟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 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那么装点在金铝玉衣中的墓主人 究竟是谁呢 专家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 开始在墓葬中寻找墓主人身份的证据 在这个青铜器的明文中 发现了中山立府的字样 这说明这个墓主人是中山国的国王 此墓是西汉时期 那么他就是西汉时期中山国国王 可是西汉时期中山国的国王有十位 那么这位墓主人是其中的哪一位国王呢 继续在明文中寻找线索 果然在明文中发现了 萨尔年和萨四年这样的字样 也就是说哪一位国王 在位超过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 经过查阅历史资料 发现中山晋王柳盛在位四十二年 合乎这个条件 而其他中山国王在位没有超过三十二年的 由此可以断定这个墓葬的墓主人 他是中山晋王刘胜 说起刘胜 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记得 刘备曾经自称为中山晋王之后 对 正是这个中山晋王 他是西汉景帝刘启的儿子 汉武帝刘彻的同父一母哥哥 他死于公元前一百一十三年 那么这个墓葬呢 距今就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既然这个墓主人是中山晋王刘胜 那么这件金铝玉衣中装帘的 就一定是刘胜的尸体了 显然这个刘胜啊身材魁梧高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金铝玉衣啊 长一点八八米 别说稀罕 就是今天这也算得上身材高大了 由于身材高大 废料就多 整个金铝玉衣整整用了一千一百克黄金 将两千四百九十八枚玉片 连续成一个人形的玉衣 所以称之为金铝玉衣 也叫玉霞 其实啊就是装脸尸体的尸衣 刘胜牧的金铝玉衣 有大量的玉制成 它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 玉衣由头部 上身 袖子 手套 裤筒和鞋 六个部分组成 全部由玉片拼成 并用金丝加以边缀 玉衣内部 有玉眼盖 鼻塞 周圆以红色织物锁边 裤筒处 裹以铁条锁边 使其加固成型 脸盖上刻画眼 鼻 嘴型 胸背部宽阔 臀腹部骨突 完全似人之形体 玉衣成衣后 玉片排列整齐 对缝严密 表面平整 颜色协调 每部分都制作得非常精细 工艺的繁杂和精密程度 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金铝玉衣的发现 和我们几千年的玉文化 有哪些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时又有什么 与玉有关的传奇故事 人们一听说诗衣 一定不会喜欢 甚至有所反感和厌恶 可是这件金铝玉衣 却是这个墓葬中 最珍贵的发现 如果人们要问了 你说古代的帝王啊 这诸侯王 干嘛用玉石来装点尸体呢 这个问题很复杂 要想回答它 就不得不追溯一下 我们中华文化中的玉文化了 说起玉文化 那是我们中华文明 独具特色之处 我们中华文明啊 这玉文化非常悠久 早在这个商代的甲骨文中啊 就出现了玉字 玉字 构成的词汇更是不可胜数啊 比如玉树临风 竹园玉润 还有抛砖引玉等等 所以这中国古人呢 总是把玉和珍贵的东西连在一起 比如珍宝的宝 就是玉和家的结合 说明这个玉呀 在中国人心目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那我们中国古人 为什么这么喜欢玉 赞美美玉呢 因为这个玉呀 无论是色泽和质地都很美 所以中国古人呢 就把美玉和一些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情感连在一起 比如在诗经秦风中 有这样一句 何以赠之 群归玉配 意思是啊 两个相爱的人 用玉来作为信物 彼此交换 以确信对方 对感情的忠贞补育 关于美玉呀 民间有很多传说 有些传说真的很动人 很美 比如据传说呀 在春秋时期 秦木公有个小女儿 叫弄玉 她特别擅长吹声 她住的地方呢 叫凤台 有一天呢 这个弄玉呀 在凤台上吹声 就听见有人唱贺 可是环顾四周没人 到了晚上 一个英俊的少年 骑着一只彩凤飘然而至 这个少年就对弄玉说 我是太花山的主人 奉上天之命 要与你完婚 时间呢 定在中秋节 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这个少年 从身上取下一只玉枭 就吹奏起来 这彩凤就合着玉枭啊 翩翩起舞 结果是一场梦 弄玉醒来之后呢 就派人到太花山去打听 没找到这个人 到了中秋晚上呢 一个少年呢 叫萧屎 要给秦木公吹萧 一连吹了三首 一首萧曲 清风徐徐 二首萧曲 彩云飘距 三首萧曲 孔雀降临 白鸟赫鸣 把秦木公听得非常高兴 于是就下令 让萧屎和弄玉完婚 那么半年之后呢 这夫妻二人在凤台上 深宵合奏 结果一队龙凤降临 这对夫妻就趁着龙凤 飘然而去 留下了趁龙快婿的美谈 说起这美玉的传说呀 最惊心动魄的 还算是 变河契玉的故事 据说楚国有一个叫变河的人 怀揣一块朴玉 要献给楚力王 楚力王非说是普通的石头 就把变河的左脚砍去了 楚力王死 楚武王继位 变河又把蒲玉献给楚武王 可是楚武王依然认为 这个蒲玉呢 是个普通的石头 结果把变河的右脚又砍去了 楚武王去世 楚文王继位 有一天楚文王呢 巡视各地呢 来到了楚山 听见有人哭 来到跟前一看 是一个老人 正是变河 哭得两眼流血 这楚文王感动 立刻传玉弓来 直接把这个蒲玉啊 就给我抛开吧 抛开之后发现 果真是一块 品质极佳的美玉 哎呦 这楚文王就被变河的忠诚 和执着所感动了 所以就把这块美玉 赐名为和氏璧 从此这和氏璧 就成了美玉的代名词 人们传颂这个变河 怀抱美玉 实际上就是赞美他 他的品格 他的忠贞 像玉石一样 始终不玉 从此啊 人们的美德和美玉 就建立了联系 经常用美德比美玉 美玉比美德 比如以玉彼得的君子之风 宁为玉岁不畏瓦权的高尚情怀 化干戈为玉博的美好的和平理念 这些观念一直传到今天 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那么人们就会问了 我们中华民族 为什么如此的赞美这个美玉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啊 跟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不一样 他们呢 是从石器时期 直接进入到了青铜器时期 而我们中华民族呢 在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之间 还有一个玉器时代 所以说呀 玉文化 才是中华文明 真正的独具特色的源头 所以据史料记载 有皇帝之石以玉为兵的说法 也就是说 在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 人们是用玉作为兵器的 在那些遗址中 发现了大量的玉器 而且大部分是兵器 并且独具特色 由此看来呀 皇帝之石以玉为兵的说法 并非空穴来风 玉在古代丧葬中 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 两主文化出土的墓葬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玉器 如碧 丛 黄 张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玉器由祭祀用品 逐渐发展到炼葬用品 但到目前为止 所有出土过玉衣的墓葬 都是王公贵族的墓葬 那么 为什么只有王公贵族 才能使用金铝玉衣 玉和王权之间 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那么既然开始用作工具 后来用作兵器 再后来用作礼器 又后来代表美德 代表审美情怀的 这样的玉文化和玉崇拜 怎么会发展为 用玉石做诗衣 这种玉文化的特别状态呢 这就是因为中国古人 对玉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意义 现在出土 玉衣的这些墓葬 都是古代王公贵族的 显然这个玉和权力连在了一起 那么玉和权力 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 我认为啊 这个玉啊 资源很匮乏 加工非常艰难 这个玉器就成了稀缺的东西 所以这个玉啊 就代表甚至象征了权力 这一点呢 从古代玉字也可以发现线索 古代的玉字呢 是没有一点的 跟王是一个写法 三横代表天人地 一竖呢 就是王也是玉 这皇啊 就更直白了 就是头戴美玉的王 既然玉是象征权力 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 为什么埋在坟里跟死人作伴呢 这就说明这玉啊 不仅仅象征权力 它还有别的意思 那么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 还是从玉字的写法说起啊 三横代表天人地 中间一竖 就成了王或者是玉 这一竖代表沟通天与人 而既能沟通天与人 也就能够沟通人与神 所以中国古人就赋予玉以神性 所以这个玉啊 能够沟通神明 那么这个玉的神性呢 就跟中国古代神话呢 密切相关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有这样一则故事 说有一个少女叫黄鹅 乘了一个木筏呀 在大海上飘游 结果遇到了一个翩翩少年 叫白帝之子 二人同成一座木筏 在海上飘游 当然彼此就相爱了 两个士族也就结合了 他们制作了一个旗帜 然后雕琢了一个玉鳩 镶嵌在这个旗杆之上 那么这面旗帜呢 代表两个士族共同的辉号 而这只玉鳩 就是这两个士族共同的图腾 从此玉就跟神结合在一起 跟神话密不可分了 比如中国古代最高的神明 就叫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的老婆叫西王母 住在昏伦玉山之上 他的房子叫琼楼 他的院子里头有瑶池 院子中长的是玉树 开的是琼花 就说嫦娥飞到了月亮上 住的叫广寒宫 又叫琼楼玉宇 虽然高处不胜寒 但毕竟有玉兔作伴 所以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美好的事物总是跟玉密不可分 由于这美玉有通神的功能 所以中国古人就用玉去祭祀神明 这样一来玉器就成了礼器 古代这世俗的权利和宗教的权利 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部落首领同时就是宗教领袖 所以宗教的权利和世俗的权利 共同以玉作为代表 作为象征 比如玉碧玉从 他既是祭祀神明的领气 同时也是世俗权利的权杖 所以神权和世俗的权利 密切结合以玉为表征的 最典型的就叫传国玉玺 这秦始皇啊 用玉制作了他的皇帝大印之后 就不允许任何人以玉来制印了 同时要求以后皇帝的大印 只能用玉来做 还创造了一个词叫玉玺 以表明皇帝大印的神圣权威和唯一性 那么既然制作皇帝玉玺 这个玉如此的神圣权威 怎么会演变为装联尸体的诗衣 变成这种玉文化的特别形态呢 这就得从这个中国古人 对生命的看法说起来 中国古人认为啊 这个玉啊 是天地之金的产物 它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和永恒的意义 因此呢 就认为玉啊 本身是有生命的 甚至认为服用玉啊 可以使人长生不老 永保青春 表达了他的信仰和一种意愿 那么这样一来 用玉石做诗衣 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 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 制作一套金铝玉衣 是十分不易的 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玉料 通过一道道的工序 把玉料加工成为数以千计的 有一定大小和形状的小玉片 每块玉片都需要磨光和钻孔 大小和形状 必须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 边缀玉片 还需要许多特制的金丝 由此可见 制成一套金铝玉衣 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 是十分惊人的 那么谁才能使用金铝玉衣 他们还要遵循哪些制度呢 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金铝玉衣的出现 大致在西汉的文帝和景帝这个时代 当时对是有玉衣 是有严格制度和级别规定的 皇帝呢 他的玉衣是用金丝连接而成 诸侯王呢 用银丝连接而成 这王公和公主呢 只能用铜丝连接而成 规矩归规矩 当时有些人并不严格遵守 比如这个中山晋王刘胜 他的这玉衣啊 就是金铝玉衣 你说他是诸侯啊 他只能用银铝玉衣 说明他不守规矩 其实啊 守不守规矩无所谓 无论是用金银还是铜 你毕竟是玉衣 对这个玉料的消耗是一样的 玉料的消耗并不因为 玉衣的级别而有所减少 况且当时能够使用 玉衣入葬的人 不是个小数目啊 粗略的统计在两汉啊 这皇帝啊 诸侯王啊 能够有权利使用 这个玉衣入葬的人 再加上他们的女眷 尤其是他们的原配夫人 如此规模大的 这个消费群体 所以朝廷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 加工玉衣的作坊 作坊里有很多熟练的玉工 专门选料 切割 抛光 钻孔 打磨等等 为那些死者呀 根据他们的身份 地位 形态的不同 做私人定制 玉 凝聚了天地精华 具有永恒的生命 人不仅把玉 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还坚信 以玉护身 能使尸体 保持不腐烂 汉代的君王 以及贵族死后 不光口含宝珠 下枕玉壁 还用玉片和金丝 连坠而成的练符 从头包到脚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金铝玉衣 这些玉衣 是用什么玉料制作的 为何要挑选这种玉料呢 经过专家辨认 现在发现的 所有的玉衣的玉料 大约都来自于新疆和田 那么新疆和田在汉代 就是西域的玉田国 从中原到西域玉田国 相隔万里 中原人为什么到遥远的 西域的和田 去取玉来制作玉衣呢 中国古人经过几千年的摸索 最后总结出 用玉的三个标准 第一呢 色彩温润 第二 材质柔韧 第三 阴质悦耳 完全合乎这三个条件的 只有和田玉 所以中国古人称和田玉为 帝王之玉 这一点在商朝古墓中 也得到了证实 比如河南安阳出土了一个 商代的墓 叫富豪墓 墓主人呢 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在这位王后的墓葬中 除了出土大量的青铜器之外 居然出土了七百多件玉器 经过玉工和专家的辨认 这个玉器的用料 来自于新疆和田 这人们就不解了 难道在三千多年前 商讨顶盛时期 我们中原人就已经到新疆的和田 去采玉了吗 这似乎不可能啊 可是甲骨文却提供了证据 在甲骨文中有两个词 一个叫争玉 一个叫取玉 说取玉可能是有人贡献这个玉 那争玉呢 难道商王武丁 或者商朝某一位君主 发动战争到西域去专门去争这个玉石不成吗 这个疑点呢 在周易中找到了答案 周易有这样一句话 高宗法鬼方三年克制 意思是啊 商王武丁啊 发动了一场战争 征讨鬼方这个地方 花了三年时间 结果取得了完胜 据甲骨文记载 这鬼方啊 是商朝时期 活动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部落 主要活动区域在昆仑山一带 所以有人就猜测 这商王武丁啊 倾全国之力 打了整整三年的战争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昆仑山的美誉 可是有一块甲骨文中 却有四个字叫鬼方受用 意思是商王武丁啊 命令这祭司 祈祷神明保佑鬼方 这就奇怪了 你说你发动战争 打了三年 去打鬼方 为什么又让祭司 祈祷神明保佑鬼方呢 有人就猜啊 这鬼方啊 通过三年战争被打败 臣服于商朝 成了商朝的附属国 鬼方未必出狱 但是鬼方未至于从和田到中原 运输玉石的这个交通要道上 所以祈求鬼方受鬼神的保护 实际上就是祈求神明保护 玉石之路 运输畅通 可是中原大地并不缺玉呀 比如陕西的蓝田玉 河南的南洋玉 辽宁的秀岩玉 除了和田玉之外 无论是蓝田玉 秀岩玉 还是南洋玉 都离商朝统治中心不远 那商王为什么偏偏 要到和田去 不远万里的取玉呢 那么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比较 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比如辽和流玉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珠龙 用的就是辽和一代秀岩玉 材质比较粗糙 出土的这个玉丛 上面有半点 也不纯粹 唯独富豪目中的玉器 经营体统 品质非常好 它只可能是和田玉 这就说明为什么 商王五丁要发动战争 攻打鬼方了 它的确是为了这个昆仑山的美誉 和田玉诞生于被称为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 静静地深藏在大山的腹中 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的孕育 成为了晶莹美丽 温润光洁的玉石 随着岁月的更迭 时空的转换 时间的沧桑 沉睡的它出现在世人眼前 并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和田玉 身受历代帝王将相 达官贵人 文人雅士的喜爱 它被人们视为圣洁之物 并作为吉祥和权力的象征 甚至赋予了神的意志 人们始终不离不弃地眷恋着它 从漫漫黄沙古道 驼灵的回想中 从西域辉煌历史的烟尘里 它从遥远的故乡 来到了中原商阴王朝 那么它是如何跨越万里 来到中原的呢 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神秘的 玉石之路呢 请继续收看 京市的发现 可是处于黄河下雨的山王朝 距离那遥远的和田域的出产地 相隔万里 中间隔着巍峨的高山 湍急的河流 茫茫的戈壁 人机罕至了大沙漠 这中原人是怎么跨越这地理障碍 去到这个新疆和田区域呢 难道从中原到昆仑山路 真的有一条运送玉石的玉石之路吗 这个疑问 甘肃有一个关口的地名提供了线索 这个地名叫玉门关 虽然这个玉门关是西汉所设 但是此关叫玉门关 绝不是随意叫的 这就说明和田美玉 曾经经此关而进入中原 可是出了玉门关往西 茫茫的戈壁沙漠 那是西域最凶险的一段路程 很多沙人为了穿越这段路程 付出生命代价 那么 何田玉又是如何穿越这死亡地带 来到玉门关 然后进入中原的呢 一个瑞典探检家叫斯文赫定 在中国西北部的沙漠深处 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小王国 楼兰国的遗址 在这个被封杀 湮灭了几千年的遗址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玉器 而这些玉器经过测试只能是来自和田 也就是说几千年前 昆仑山的美玉就已经穿过沙漠戈壁 来到了楼兰 而楼兰绝不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在玉门关到昆仑山之间 会有很多楼兰这样的小国家 一步一步地将这个和田美玉带到了玉门关 通过玉门关进入甘肃向东 就进入了中原 比如在武威市就发现了文化遗址 也出土了一些玉器 其中有一个玉丛 指地非常精美 只能是和田玉 在比如陕西的北部 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新华文化遗址 在这个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些玉器 经测试这些玉器 跟和田玉的材质非常相似 还有焚河下游的汇河流域 有一个陶寺文化遗址 也出土了一些玉石 这些玉石跟和田玉也极为相似 以上几个点连在一起 就像我们呈现出一个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 起点是昆仑山 经过沙漠 经过像楼兰这样的小国 来到了玉门关 然后进入这个河西走廊 经过陕北 跨过黄河 到了中原腹地 这是一条古老的运送玉石的路线 它比古老的丝绸之路要早一千多年 它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文化 也带来了西域文化对中原的影响 所以有人就说呀 这条古道叫丝绸之路就不准确了 应该叫玉石之路 可是我觉得玉石之路也不对呀 有人建议叫玉博之路 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 能够概括这条道路的功能和这个历史 可是既然资源这么稀缺 道路这么遥远 制作又这么艰难 如此珍贵的美誉 为什么这些帝王诸侯们 用这些稀缺的资源制作 装脸尸体的玉衣呢 让人觉得这叫暴殿天物啊 再加上这一件玉衣的成本非常高 以当时西汉的经济力量 一件玉衣相当于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 而且制作玉衣非常艰难 过程也非常漫长 即使一个熟练的玉工 制作一件玉衣 也得花十年时间 你说这些王公贵族们 为什么不惜工本 不惜血本 不惜时间成本 制作这样的玉石衣 来装脸自己的尸体呢 无非他们认为啊 尸体装在玉衣里 会不腐烂 会保证永生 可是让专家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 打开中山镜王的这件金铝玉衣 里边是空的 中山镜王不见了 哪去了 到处找不着 专家们就猜 很可能啊 跟那夫人窦碗买到一起了 因为窦碗的墓就在刘胜墓的隔壁啊 打开窦碗墓之后 也没找到刘胜的尸体 倒是又发现了一件金铝玉衣 这件玉衣打开 发现了几根尸骨 玉衣中有尸骨 提醒了专家 于是对刘胜的玉衣进行仔细的检查 发现了几颗牙齿 这说明啊 这些刘胜啊 不但腐烂了 连骨头都化了 这就让这些王公贵族 用玉衣装脸尸体的人 死了危机了 他本来想保证尸体不朽 没想到却加速了尸体的腐烂 再加上 玉衣如此高的成本 如此浪费社会资源 必然引起百姓的愤怒 也引起一些正直的人的抨击和诟病 所以到了三国时期 这魏文帝曹丕啊 就下旨禁止用玉料做玉衣 从此 玉衣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这种玉器文化的特别形态 也终止了 终于恢复了玉衣 代表美好事物 代表审美情怀的这种远处状态 即便如此啊 这件金铝玉衣 依然是见证了一段历史的国报 好了 金铝玉衣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人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